嗨大家好,我是大沛 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你們分享 Etude House最近 近期出的產品 你們看到包裝就會知道了 這應該大家都很熟悉 因為它在韓國上市一陣子之後 台灣才上市 這個是他們的九色眼影盤 這個是一號 這個是二號 那跟著這兩個眼影盤出的產品呢 還有兩顆 一樣是骷髏頭的 腮紅 還有 兩隻雙頭的唇彩 底下這個是唇霜 這個如果薄擦的話 就是有點霧面的感覺 如果擦了厚一點呢 它就是會有點自然的光澤 它的質地是很絲滑的那一種 它是不會乾掉的喔 它擦了之後就一直都是濕潤感的 然後這兩頭呢 是這次我覺得很有趣的設計 是有金屬光澤的唇蜜 然後是透光透透的那一種 這個是金色 這個是黑色 可是我覺得它是有點紫黑紫黑的那一種 兩個都是會透透的 有點半透明的那一種 那它就是訴求就是 你用這個上在嘴巴上面之後呢 這個疊在這個顏色上面 而且是靠近嘴唇中間的地方 那你沒有看錯 我現在臉上的妝呢 兩邊是不一樣的 因為呢我等一下就要實際用這些產品 在我的臉上給你們看 那我們先來看這一盤眼影盤的試色 這個一號盤呢 裡面這兩個顏色是珠光的 這個顏色是亮片 那其他一二三四五六 這幾個顏色都是霧面的 那他們這次的這個眼影盤呢 我覺得它的霧面的質地摸起來是很細滑的 但是霧面的顯色度其實沒有很好 除非你是要暈染眼窩 我才建議你用暈染刷來上 如果你是要它顯色 譬如說當下眼影的顏色啦 或是當眼影的主色啦 你要它飽和的話 我建議你用手指頭來上 那它的珠光色呢 顯色度是很不錯的 你可以用眼影刷來上 但如果你用手指上的話呢 顏色就會更飽和 光澤會更明顯 這是我對這次它這兩盤眼影粉質的感想 這盤也是 我感覺差不多的狀況 只有一點不太一樣 就是這個二號盤呢 你們看喔 中間這個看起來像九紅色的珠光色 我這次眼妝有故意用上這個顏色 因為我想要給你們看 它看起來很明顯是九紅色 但它上起來是 有點 桃紅色的感覺 它中間這個顏色很美 但實際擦起來跟它在盤子裡看起來 很不一樣 這是我覺得這一盤的一個 比較不好的地方 其他呢 這兩盤我覺得它們的表現 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來看這個一號盤的試色 第一個顏色比較不明顯 這是一個暖色調的亮片色 它沒有底色 它就是亮片 第二個顏色呢 我覺得很棒 它是霧面的棕色 它是比較neutral tone 然後偏cool tone一點點 這個顏色我覺得你拿來 呃 畫鼻影啊 暈染眼污 讓它有立體感 深邃感都非常的好用 這算是一個蠻萬用的顏色 我覺得 甚至你畫眉毛的時候 眉毛的前段接近眉頭那個地方 你也可以用這個顏色做暈染 這顏色很實用 接下來呢 是珠光的金棕色 那這盤裡面有兩個棕色 這一個是比較cult tone一點的 下面這一個呢 是霧面的蜜桃色 有點粉色調 接下來這個是霧面的粉桃色 再來這一個是這盤的珠光棕色 這一個就是比較暖 比較紅一點點的那個古銅色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比較冷掉一點 這個比較暖一點 接下來這個顏色很有趣 它是霧面的蚵黃色 那這盤的霧面色呢 其實顯色度很普通 所以我現在試色都是壓了大概 三四次 讓你們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個蚵黃色呢 你可以用來當作眼皮的主色 或者是打亮眼頭都可以 它是暖暖的那種色調 接下來這個顏色我覺得 非常非常的漂亮 它是霧面的粉棕色 玫瑰色調那樣 很特別 這顏色很美 再來底下這個呢 是霧面的灰咖啡色 顯色度還算不錯啦 這一個顏色 那我覺得這個顏色呢 你如果拿來當眉粉 也還不錯 如果你是黑髮的話 可以當眉粉 然後前面這個淺重色 就可以暈染眉頭阿 畫鼻影阿 什麼 所以這一盤呢 我覺得算是 每一個顏色的表現 比較均衡 然後蠻萬用的一盤 所以如果兩盤比起來 我會比較傾向推薦這一盤 因為有這個蠻萬用的顏色 這個顏色也可以當作美粉 然後它的其他顏色 都還蠻容易使用的 它的兩個珠光色呢 顯色度其實都不錯 表現很正常 這一盤不錯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快速的看一下 這個一號盤 畫的眼妝 我這次畫的是一個 比較自然的 很日常的眼妝 好緊張 好緊張 從哪個眼妝 那它很需要 好緊張 因為它 我們應該會 從哪個眼妝 向哪個眼妝 折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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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這個二號盤的試色囉 第一個顏色是霧面的淺灰色 第二個顏色是霧面的淺粉棕色 接下來這個顏色是 比較卡其色調的那種香檳色 算是珠光卡其色的感覺啦 接下來這個是霧面的 桃紅色 那這個桃紅色呢跟剛剛那個一號盤比起來 這個桃紅色顏色比較深 也比較帶一點點紫色 剛剛那個桃紅色就是 比較淺然後比較亮比較粉色 接下來這個就是這盤眼影裡面我覺得 表現比較不好的顏色 它是盤子上看起來呢 是很明顯的珠光酒紅色 但在手上呢 它完全不是酒紅色的 表現 它像是珠光的桃子紅色這樣 我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這個顏色我覺得它如果顯色正常 跟盤子裡看到一樣的話 這盤就很值得買 因為這個顏色很漂亮 但是很不幸的是它的顯色跟它 實際上看起來是不太一樣的 那接下來這個是蠻特別的顏色 這個是藕色 然後裡面有一些 綠色藍色的珠光 接下來這是一個 冷色調粉色的亮片 沒有什麼底色它就是亮片 再來這個是珠光深棕色 接下來這個是珠光的鐵灰色 然後我覺得它有點藍色的 色調在裡面 那這就是這盤的配色 那前面這兩個霧面色 其實顯色度沒有那麼明顯 它是我壓了好幾次之後的顏色 然後這兩個顏色 這個霧面這個珠光 就有點接近了 因為這個並不是酒紅色嘛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一盤 沒有剛剛那一盤那麼推薦 嗯哼 我們就吃了些東西 所以很可愛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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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台湾还没上市的时候请代购买的 所以我以为它里面是霜状的那种质地 因为它有附这个粉铺嘛 后来收到之后我发现它其实不是霜状 它是粉 它是一个腮红的柄 但是呢 它 它 我用手推 我用刷子刷 不管怎么样 它的 如果是粉状的腮红 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非粉 有一些弱粉 它完全没有让我看到就是 单独存在的粉体 它看起来压得非常的密实 没有粉留在旁边 我不管用刷子刷 用手推它旁边都不会有粉 然后摸起来呢 感觉粉压得很实 然后很 很滑 但是上脸的时候呢 那个效果非常的自然 很像从皮肤里面透出来 而且重点是它在盘子里面看 其实看不到任何的珠光 但是它上脸之后 那个光泽感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我是没有在用它里面这个粉铺啦 我是用我自己的腮红刷 那我在沾颜色的时候呢 因为它粉压得很紧实 也看不到有粉飞出来 所以我一度以为我的刷子 会不会没有办法上色 沾不了色 但其实一上脸之后啊 很自然很漂亮 就我非常非常的推荐 这个腮红 那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颜色 它是有点 紫色调 玫瑰色调 有点棕色裸色的感觉 是非常的自然气色 好又很百搭的颜色 这个是1号 我特别特别喜欢 那我会 按插一个 实际上色的影片在这里 就是我这边脸的这个颜色 另外一个2号呢 里面的配置都一样哦 我打开给你们看 它里面的质地呢 跟刚刚1号 我觉得是一样的 就是粉压的很紧实 没有粉混飞出来 然后上色之后也是 脸上会有非常漂亮 自然的光泽 然后这个粉色 在盘子里面看起来 比较像桃色 但其实上在脸上之后呢 是比较 八笔粉一点的那种颜色 并不是像桃色 这么深 然后一样有漂亮的光泽 那我们看看手上的试色 这个是1号 很自然漂亮 我不知道镜头上看不看得出来 可是我刚刚脸上实擦的过程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很有光泽 但又不是珠光很漂亮的那种自然的光泽 看得出来吗 其实镜头上可能很难 但在脸上真的 真的有光泽的那种效果 这颜色非常的自然 素颜都能用 再来就是那个粉红色 这个是2号 我上的颜色都很重哦 让你们看得清楚一点 我怕镜头呈现不出光泽 但这个腮红真的非常值得买 这比眼影还值得我自己个人感觉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唇彩 它的这个霜头的唇彩 你们看哦 这个是配金色的唇蜜 这个是配紫黑色的唇蜜 这个是配金色唇蜜的应该是1号 配紫黑色唇蜜的这个应该是2号 然后他们的唇霜这一头呢 仔细看 配金色的这一个 颜色比较带紫色调 比较深一点 那配紫黑色唇蜜的这个 比较红 然后比较亮 那它这个唇蜜呢 里面附的刷头 我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很好用 它剪裁就是 侧面有一个弧度 然后正面看 一个形状 非常好用 下面的绒毛呢 就细细的很舒服 然后另外一头 唇蜜这一头呢 就是长 这样 可是如果用它推荐的用法 就是它建议的用法 这个叠在这个唇霜之后上 这个刷头就是会有点染色 那我要放进去之前 我有时候会 用卫生纸把它擦一擦 它这一头呢 这个刷毛啊 很有弹性 有没有 有点弹性 蛮好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手臂的试色 这边这个呢 就是一号 这个唇霜的地方就是 比较深 比较深色 然后配的是 金色珠光的唇蜜 那我们穿擦一段 我实际用在嘴巴上面的 过程给你们看哦 那接下来这个呢 是二号 这一支唇蜜我比较推荐 因为它这个 黑色珠光的这一边的唇蜜呢 非常的特殊 叠上去之后呢 有特别的质感 我觉得这一支 比较特殊 然后这个唇霜的部分 是比较亮 比较粉色调一点 跟另外一边比起来 这个 那我今天嘴巴上面的颜色呢 也是用这一头 这个唇霜 然后做咬唇 所以这一支 我觉得比较特殊 比较值得卖 那我们就 看一下我实际用起来 是什么效果 那今天呢 Etude House新出的这个系列的 眼影啊 腮红啊 唇彩啊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大家会喜欢 有任何问题 就可以在底下留言 拜拜